目前独一份的小尺寸高刷平板 就是我手里的这台拯救者 Y720 代 之前出 Y900 的时候我还比较费解 放着好好的细分市场不做 怎么也开始跟随主流做生产力工具了呢 好在最终还是等到它了 设计方面从外包装到本体一眼就是驾驻式的设计 和自家的 PC 高度同意 机身改为了金属并且在后背边缘过度的位置做了比较宽的倒角 加上整机重量和厚度相比上代都有缩减 实际握持起来的舒适度是有明显提升的 开机键和音量键一起在侧边 另一侧多了一个 C 口 一方面考虑横向握持充电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拯救者这回推出了一个上网伴侣的配件 它需要占用一个 C 口 双 C 口的设计也能避免外出移动游戏无法充电的尴尬情况 不过我还是建议下次可以直接上一个蜂窝版 还有就是这个扬声器的出声口位置也很合理 横向不管怎么握了都不会有遮挡 好了接下来我们边拆边聊 第一步关机后去除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左侧 继承上代的光荣传统支持最高1TB 的 TF 卡扩展 卡托材质是金属 内侧没有胶圈的设计 第二步拆卸屏幕 机身从上代的三明治结构改为类似 iPhone 的那种地包天的结构 后背板也从塑料更换为了金属材质 拆卸从屏幕入手 打开屏幕后映入眼帘的面积相当豪华的 VC 均热板 屏幕排线压在 VC 下方 卸下8 颗螺丝取出均热板 G 均热板使用铜合金材质 总面积从上代的 8500 提升到 8771 平方毫米 大概占机身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放眼整个平板界也是相当乍列的存在 翻至 VC 背面 上下两端还贴有散热膜 上方覆盖至顶部扬声器 下方覆盖到电池部分 充电芯片和 SOC 的对应位置额外涂有导热材料 卸下三颗螺丝取出接口盖板 挑开电池接口断电 随后挑开屏幕接口 取出屏幕 LCD 屏幕 尺寸分辨率和上代宝石一致 刷新率从上代的 120 提升到 144Hz 触控采样率也随之提升到 288Hz 毕竟现在的一些手游大作已经顶到 144 了 另外 PPI 也做得比较高 明显比隔壁的 iPad mini 6 细腻多了 实测 手动全屏最高亮度的 500 明特出头 屏幕背面覆盖有大面积的缓冲泡棉 驱动板上方还有散热膜的覆盖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主体部分类似于常见的三段式结构 主板是 L 型设计 其中一个盖板上方还粘有侧键的排线 挑开盖板下方的所有接口取出顶部扬声器 1227 规格上方还粘有 FPC 天线 继续挑开扬声器下方的所有接口取出盖板和所有摄像头 相比上代多加了一颗微距镜头 前摄则使用三星的 S5K4H7 800 万像素 取出主板 空间赋予自然是单层设计 正反两面屏蔽罩都覆盖有散热铜箔 主板的 PCB 制造商为滑通电脑 前置传感器 TF 卡槽 以及横置的 Type-C 接口集成在主板上 接口内侧没有胶圈设计 规格是 USB 3.1 进二的 支持视频输出 制造商是电联技术 4 架散热铜箔 轻调导热材料 吹开屏蔽罩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 LPDDRVX 加 UFI 3.1 的组合 RAM 下方就是接替前任 870 的骁龙 8 Plus 尽管不是目前最强 SOC 但在平板圈已经是第一梯队的用料水准了 来看一下游戏的表现 三款游戏实测数据稳了一匹 满帧 稳定流畅运行 表面温度也非常冷静 并且拯救者还做了游戏画面的视野优化 常规平板玩完整时机 由于屏幕比例问题 不可避免牺牲画面部分事宜 而拯救者的超广视野功能就是优化了显示比例 从而获取更广的画面视野 相信大家也比较关心游戏高帧适配的情况 我整理了一张表格 未来应该还会适配更多的游戏 取出第一颗 X 轴线性马达 AAC 0815 规格 取出闪光灯排线 上方集成有一颗 LED 灯珠 中框上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有散热膜的覆盖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所有螺丝 取出底部扬声器 上下两个扬声器规格一致都是 1227 制造商为加薪其身 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 副板上集成有第二个 Type-C 接口 内侧同样是无胶圈设计 并且它的规格是 USB 2.0 副板的 PCB 一样来自滑通电脑 取出第二颗 X 轴线性马达和上面那颗的规格一致 两颗 Android 旗舰机才配备的马达 给这台小钢炮带来了不俗的震动反馈 特别是在绝大多数平板都没有配备马达的当下 更是鹤里姬群 取出电池右侧的麦克风排线 排线上集成有两颗麦克风和一个霍尔传感器 最后一步拆电池 电池通过两条一拉胶固定 这把手 这斯拉的顺畅度 这才是真正的一拉胶 取出电池 电池底部还覆盖了从核心区域延伸下来的散热膜 电池为双电芯单接口设计 总容量和上代一致都是 6550 毫安时 制造商是飞毛腿 附带了一个 68W 的快充头 但官方宣传平板最高仅支持 45W 应该是考虑到外出还能给笔记本供电 不过实测充电功率居然超过了 45W 峰值来到了 50W 并且整个充电过程中 超过 45W 的时间长达 22 分钟 这个 45W 还尽量堪比一些 60-70W 的宣程功率了 1-100 充电时间是 57 分钟 支持 PD3.0 和 QC 4.0 的充电协议对于第三方快充头的支持还是非常友好的 除此之外还加入了旁路充电功能 充电电流是不经过电池直供主板 在减少机身发热量的同时还避免了电池的额外损耗 最后就是铝合金材质的后壳了 相比上代的铝合金中框加塑料后盖 在金属后壳可以提供更好的散热效果 并且在背面的质感上也高于上代一筹 后盖内侧沾有黑色的塑料支架 除电池外其余所有零件均固定在支架上 这个支架同时也是支撑屏幕的屏幕支架 好了 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一种共 35 颗螺丝 众斯归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rcle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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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拆下来途救這 Y7B 2 代 并没有因为独一分的存在去做常规的换星迭代 首先从一些细节设计 比如雙 C 口的配置 不怕這檔的喇叭出聲口 更大面積的 VC 均熱板 全金屬機身還能進一步變輕變薄等 不難看出拯救者顯然是認真思考了遊戲用戶的使用場景和需求的 再加上這塊 144Hz 的屏幕 小龍巴 Plus 雙 S 柔線型馬達的強悍配置 以及一些軟件優化 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給用戶打造了一台極致遊戲體驗的小鋼炮 遊戲之外看劇和多任務辦公也有最基本的體驗保障 這條本就是自己開闢的賽道明顯走得更加穩健了 這種自己跟自己較勁的感覺挺好 希望能堅持下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是劉碧 我們下期相差再見